大家好,歡迎收看開箱SPA-LINE 3分鐘短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來自ZADAK的 TWSG3 NVMe PCIe 3.0白4M.2 SSD ZADAK,或許大家對這牌子有一點陌生 但它可是了Pacer旗下的電競品牌 原本是主打高階DIY水冷的產品 如今也跨足到液體式水冷、甚至記憶體、儲存裝置等產品 讓玩家在電信市場上有別於本家的電競產品選擇 而在跨界界連推出外型霸氣、帥氣的記憶體跟外接硬體後 他們也推出這次要介紹的SSD、TWSG3 採用PCIe 3.0白4的介面 特色是在石墨稀微材質的散熱片 在輕薄的同時也能適合迷你主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擴充使用 關鍵字PCIe 3.0 相信有玩家在這個時候就會吐槽說 AMD早就用上PCIe 4.0了 而隔壁Intel12代也超前部署到PCIe 5.0 怎麼這支SSD還在PCIe 3.0的介面呢? 那前面我們也有提到說這支SSD是設計給迷你主機、筆記型電腦擴充使用的 而無論是Intel或AMD在筆電晶片組這一段通道 都沒有到PCIe 4.0的規格,還維持在PCIe 3.0 或是Intel 500系列主機板或MD B50的晶片組,通道也是維持PCIe 3.0的規格 因此只要是這些的玩家都可以用這條SSD來進行擴充 效能測試環節,這邊採用Intel Z590平台搭配i5-11600K處理器進行測試 首先大家最愛的Crystal Disk Mark測試 3108MBps,寫入2949MBps 折體而言也算是PCIe 3.0 SSD 當中水準之上,算是擴充使用綽綽有餘 最後是APD ODEX 測試,助列深度設定為4 在510KB 的時候可以進入到高速區 最高循序寫入2.8GBps,循序讀取3.5GBps 順帶一提,在使用壽命方面 我們這次開箱1TB版本,它的使用壽命高達800TBW 基本上不用太擔心壽命上有什麼問題 溫度方面因為手邊沒有筆記型電腦,因此使用ITX機殼 NR200P Max進行測試 也將SSD安裝在ITX主機板後方的安裝位 來進行溫度的測量 那首先從Crystal Disk 4 觀看平時待機的溫度 約在60度這個數字 而在進行Crystal Disk Mark 寫入測試時,溫度最高達到70度 相比待機溫度提升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也才10度嘛對不對 而在此使用熱顯像鏡頭拍攝 可以看到SSD最熱在前方 沒被石墨烯散熱片覆蓋到的精手時處 溫度在70度左右 那可以看到位置相近 但有被石墨烯散熱片覆蓋住的地方呢 它的溫度在63度 是一個明顯大的差距 而SSD其他溫度則在55度到60度之間 即便是中央區域也在60度左右 這個解熱能力在沒辦法安裝額外散熱片的筆記性電腦 或需要貼備的迷你機殼等場合 算是多了一層散熱的效果 那麼以上就是這款TWS-G3 SSD的測試內容了 如果玩家想看筆記性電腦怎麼安裝SSD的過程 讓我們之前做過的 Pacer AS2280P4影片 Spotlight進行觀看喔 那最後還請鎖定Style頻道 並記得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讓我再追蹤FB跟IG喔 那麼開箱Spotlight 我是Brian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掰掰 Yeah 好 我們下期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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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囉